OK 今天霧塔要玩什麼? 今天霧塔要玩那個叫做 一次性染髮 因為最近有一個品牌在法國還賣的蠻火的 就是歐萊亞的一個一次性超多種顏色的 噴霧 One Day Color 就是只能夠維持一天的那種顏色噴霧 然後他從來沒有玩過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來開箱這個 這個什麼? 這個One Day Color的頭髮噴霧 這次買的是三個顏色 第一個呢是這個 第一個呢是這個粉紅色 就是後面就是這樣子 就是感覺染出來的顏色還蠻漂亮 然後第二個霧塔買的是灰色 就是灰灰的 然後這樣子的 然後第三個呢霧塔買的是這個 就是藍色 藍藍的 好 OK 現在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裡面是這樣子的 就是有一個小尖頭在這裡 對的 One Day Color的噴霧呢 好像是會噴到A服 所以我就 就拿那個毛巾來試一下 大家不要介意喔 這個毛巾也是專門用來染髮 所以是蠻噁心的 啊 OK 我試一下 OK 現在我們能玩 瞬間古裝即時感 咬一下 來了 沒有顏色的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真的有耶 有 粉色的 真的有粉粉的 哇 噴到手上了 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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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 它是先噴進去 它是白白的 然後就會變成粉粉的 這邊是噴了粉色 然後這邊是沒有粉的 可能是我噴的不太多的原因 但是感覺摸上去呢 是乾爽的 不會膩 我覺得是很乾爽的 OK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那個 藍色 這個噴多一點沒關係 哇 欸真的有耶 還蠻明顯的 真的 只是試驗一下 但是手上會有沾到一點 這個是粉紅色的 然後 再是藍色 其實我覺得上色還蠻明顯 我們現在我們把這個灰色試一下 試一下把這個灰色噴到粉紅色上面 是什麼樣的效果 哇 這灰色好明顯 天哪 灰色超明顯的 就是灰色真的超明顯的 很快就顯色了灰色 灰色超快就顯色了 OK 現在就是灰搭粉紅色 好 拿來看 其實我沒有噴很多 因為感覺這個其實一瓶還蠻快用完的 因為它很輕 而且感覺量不是特別多 而且那個手上也會有bling bling 但是我自己感覺的話上色還是 能夠上 就是比我預期的效果要好 因為我最怕它就是說 不會很膩 但是它沒有 但是還是 蠻乾爽的 OK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乾髮噴霧怎麼樣呢 其實烏塔覺得真的還不錯 然後下一期的影片呢 我也會噴著這個出去跟大家拍影片 好吧 如果這個是十分哪分的話呢 烏塔應該會給它 八分 對 真的有八分 因為我覺得真的 因為我覺得 起碼它噴上去是乾爽 它不會說很油膩的感覺 就是 起碼我拿手 我一弄 就是 開始有一點點bling bling之外 後面就沒有 我覺得還是有用 一條的那種染髮 我自己感覺好多了 哈哈哈 OK 好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喜歡的 WUTA 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WUTA一個like 然後 訂閱WUTA TV喔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 OK 今天是周三 本來應該是修篇的 為什麼又更新呢 是因為 日更的這兩個星期以來呢 WUTA發現了 自己有一些朋友有反應說 自己的頻道有點亂 前幾天就馬上搞了一個節目表出來 對 我是一個 做事情還蠻快的人 哈哈哈 然後 好